大家好 我是狗哥 我現在在廣州火車站 現在的廣州火車站 以前的廣州火車站 是不一樣的 現在大部分人都是前往高鐵站 或者是機場的 過了火車站 這邊坐火車的 都是那些年紀大一點的 有家庭的 那些 農民工 年輕人都會坐過高鐵的 所以這個 這個空間非常之大 但是就是不比較少了 今期影片和大家分享 我乘搓 綠皮火車的全過程 喜歡搞個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同時打開那個小鈴鐺 這樣我失聲片的時候 可以大一時間通知到你的 這樣也不會錯過我真彩的影片 我現在鎖除的位置就是 廣州火車站 今天是準備搓火車離開廣州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沿途的美景 現在就在正站口2 現在是要日站了 來到正站口2 其實這邊看到 都是有一大部分人 現在是返程回家 或者去其他地方的 不過 現在的廣州火車站 它的站口 只開了一個小小的正站口 其他這些站口 現在大部分已經是暫停光閉的了 因為這邊的陽樓 確實比前幾年的陽樓 已經少了一大半 現在這個就是正站口 就是我前方這個 日口只有正站而行的 每個站口大約有700個可以日站 第一關就是身份證認證 第二關就是檢查行李 以及個人生性可以檢查 補東西可以通關 然後進入後車廳大廳一樓 這個火車站它總共是三層的 我們是在首層 首層是後車廳 還有二樓 二層都是屬於後車廳 不過我現在暫時還沒上二樓 看來現在整個後車廳的空間 其實真的比高鐵站那邊 確實少了很多 這個正中間可以看到 有哪些車是發車的 或者是等候這邊的 不過我在這裏發現 其實二樓是特別少人生的 今天我就不打算上二樓 今天是打算在火車站的首層 去逛逛這個地方 畢竟我已經好幾年 已經沒來過廣州火車站這邊了 我今天的票是三號後車廳 就是我現在前往的方向是 三五六的後車廳方向 三號倉、五號倉、六號倉 所有遊客、六號都在後車廳這邊頂候 在這個位置 就要看到這個後車廳 這裏都取得滿影的 我還以為七面以為沒什麼影 一進到後車廳 其實都是發現幾不少影的 大家其實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進了火車站之後 感覺和高鐵站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點就是乘客的群體不一樣 在火車站的乘客 一般年紀都是比較大的 年輕的人都是比較少 不過都是有個別的學生的 你們看一下這些 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 為甚麼呢 因為中老年人他們知道 這個生物更生 可以省一點錢 就省一點 其實廣跡實在的話 大家可能看到現在的年輕人 在廣州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沒有高學歷 或者有些高技術的話 在廣州一份高收入的人都是比較少的 不僅是廣 大部分人在這邊打工的話 基本上都是五千左右一個月的 一個月收入五千左右的話 大部分人可能會選擇 吃得好一點 住得好一點 還有這個 車車得好一點 快一點 五千元基本上就是花完了 一個人吃飽 全家不餓 但是對於這種年齡比較大一些 個人來說 他就要顧慮的比較多 自己是要自熱一點 家人就可以方餘一點 憑且在年齡大的人 眼裡的感覺 搶這個火車 搶這個綠皮火車 真的平常有這麼多辛苦 因為為甚麼 平常他們的生活 艱辛 比這個搶綠皮更辛苦很多 但是有些年輕人 他沒有吃過這個辛苦的 就覺得搶賣這個火車 非常之累 時間又長 還有這個環境不好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年輕人 都選擇了搶高鐵 現在那輛火車 估計就比較零停開車的時間了 這裡就很多樣子在這裡頂車了 現在有很多朋友說 搶這個綠皮火車的樣子少了 其實不少的 因為說句實在話 普通老百姓都是比較多的 所以搶這個綠皮火車 都是比較省錢一些的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動車 它的高鐵站 你市區比較遠的 不是很方便的 所以搶這個綠皮火車的話 因為它的火車站 都是以前那個老城區裡的 規劃好的 在這個周邊都是比較方便回家的 所以說他們都是大部分人 選擇取綠皮火車的一個原因 我這個火車箱 是5號車箱 這邊已經塞滿人了 今天的票 全部都是賺票 都賣完了 裡面全都很擠的 這個是火車箱 特有的特色 就是這個推著賣零食的 現在是賣飲料 還有賣火對腸 還有瓜子這些東西 看到這個牆 大家有沒有勾起你們的 情形搶火車的回憶 反正我回憶是滿滿的 想多年正在擠爆的 這種環境 大部分都是賺票比較多的 就是搶到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是賺票的 因為現在沒有票賣 我當時都是賺的 後補票 後來我就賣了個賺票 經過一小時 我現在終於可以下站七站了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 我賺火車 跟來這小時的牆面感 首先這個火車的空間比較小 真的跟高鐵沒有得比的 還有第二個就是空間 空氣是比較差的 有些煙味嗎 為什麼呢 我覺得應該是 搶火車的男人戰的比例比較多 我上了火車之後 我就聞到一股煙的味 就是我個人是對香煙比較敏感的 就是空氣真的好不好的 所以我就選擇了戴著口罩 還有它現在是火車窄 火車嘛 它還有這個賺票的 基本上是沒有空間可以讓你走的 你想上廁所 我整個洗手間 就是 根本上擠不過的 我和你講 有很多朋友就說 一到火車站 我就會感覺到很辛酸 其實大家都可以省一省一下 這些基本上都是拖著行李 時間累累回港 奔跑 不怕辛苦的 到處都是懷了生活 而奔波的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形形細細的人群 這些就是 人生的不體生活 不容易的 這些都是 鞋鞋鞋火車窄類的乘客 大家都可以明顯看到 有些學生 還有一些成年人的 都是拖著行李 才年紀大一些 在這個人群時 其實我們可以讀懂 也可以體驗到這個生活的 好 那今期的影片 我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